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就要进入learning的核心问题说 到底为什么我们的机器可以学到东西 那会从我们上一次推演过的地方出发去说 那如果我今天的hypositive set是无限大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像我们看过的这个perceptron这个hypositive set 其实是无限大的 那在这个无限大的hypositive set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我们开始要探讨的课题 好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说 诶 好 那这个我们learning的整个流程图 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到说 诶 好 learning我从资料出发 然后呢 我有一个learning的algorithm 然后这个learning algorithm透过资料 还有它所看到的hypositive set 这个假说的集合 然后最后从里面选择了一个最后的hypositive 那我们上一次的推演呢 是在这上面加上了一个小小的assumption 因为我们说不加上这个assumption的话 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做learning 或者learning其实是不可行的 那我们加上的这个assumption是说 我们训练的资料 跟我们最后测试我们hypositive方法 都来自同样的一个distribution 所以我们从这里去定义了所谓的eIn 就是在我们看过的资料上 我们的hypositive的表现 然后跟eOut就是在我们未来还没有看过 但是跟随着这个distribution的资料上 我们的hypositive表现 然后我们让它用同一个distribution 来描述这个事情 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那我们说假如我们的hypositive set不太大 那么我们的资料量又够多的话 我们就可以确保对每一个hypositive来说 我的eIn跟我的eOut都会长得很像 不管我的这个演算法实际上是怎么选择hypositive 那么既然每一个都会长得很像 那我干脆就选一个 我干脆就叫我的演算法 选一个eIn最低的 那这个eIn最低的 如果刚好这个eIn最低的很接近0的话 那么eOut就也会probably approximately很接近0 大概差不多很接近0 这样子我们就达到了learning的效果 这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提到的事情 好所以这边实际上是分成了两个步骤 一个步骤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在我们演算法在跑的时候 我们想办法确保事情是eIn 就是我们资料上面的表现 要很接近0 这是训练 但是呢 如果只有训练 这还是不够 我们如果要eIn接近0的话 我们就把所有资料通通记起来 就算这个eIn要接近0非常的简单 某种程度对机器来说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我们要确保真正在未来 在考试 在我们测试我们的hypothesis 在我们把我们的公司 用在一个新的顾客上面的时候 eIn跟eOut要非常的接近 也就是测试的时候发生了事情 所以我们才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讲说 为什么我们希望eIn跟eOut要很接近 因为测试的时候 我们不是测试我们已经看过的资料 我们是看测试 我们没有看过的资料 那我们希望在这些没有看过的资料上面 要表现得好才可以 好 那我这边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在过去的四堂课 到底每一堂课的重点是什么东西 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告诉大家 我们Learning想做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未知的F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演算法 能够找出一个G 这个G跟这个未知的F非常的接近 那我们后来到差不多第四堂课左右 我们把这件事情写成说 eOut的G要很接近0 也就是说我们拿一堆新的 从某个P产生出来的资料去测试的时候 来犯的错误率要越小越好 那么第二堂课里面呢 我们就走了一个不一样 我们说我们那时候 其实还不知道要怎么做 但是我们想说 好吧我们现在我们看过资料上 做的纪念好就好了 所以我们说我们想办法 找了一些方法说 我们可以让eIn很接近0 在我们已经看过资料上 我们可以做得很好 例如说Perceptor Learning Algorithm 或者是Pocketed Algorithm 那这些讨论上呢 我们都说 我们这第三个说我们承认 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很特定的设定下面做 我们用P4的资料 我们用监督师的学习 我们用二元的分类 但是这是积极学习里面 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那有了这些概念之后 我们说我们在第四次上课 终于想办法把eIn跟eOut连起来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海帕数量不是太多的话 那有可能eIn跟eOut会很接近 这样子我们在第二次上课做的事情 把eIn弄得越小越好 就真的连结到我们一开始设定的目标 说我希望这个eOut要很小 好也就是说这里我们把Learning 实际上是拆成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到底 eIn跟eOut会不会接近 这是重要的问题 因为没有了这个连接的话 我们第一次课跟第二次课的东西 根本就没有办法连在一起 然后第二个才是说 那我们如果有连接的话 怎么让eIn变得越小越好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讲的 那我们未来会跟大家讲到更多这个方面的技巧 好 那知道Learning的核心已经被拆成这两个问题以后 我们先来问大家啦 那大家觉得我们之前在讨论eIn跟eOut的接不接近的时候的那个m 那个大m 大m是什么 大m是hypothesis set的大小 我们现在暂时说hypothesis set是有限大的 那它到底多大 我们用这个大m来代表 这个大m跟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关系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OK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大m是属于相对比较小的数字 一个是大m属于相对比较大的数字 小的数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这两个问题小的数字小的m的时候能不能满足这两个问题 我们说你如果只看第一个问题的话很好啊 为什么第一个问题说eIn跟eOut会不会接近 那我们上次证明的事情是说这个坏事情发生的机率是两倍 然后乘上大m乘上这个后面那个exponential的一下 所以如果大m很小的话 坏事情发生的机率就很小 什么是坏事情 坏事情就是eIn跟eOut会不会接近 所以表示 大部分的时候eIn跟eOut会不会接近 m很小的时候我们很开心 eIn跟eOut会不会接近 可是m很小的时候呢 你的演算码的选择就有限了 选择有限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定能够找到一个eIn很小很接近0的选择 不一定 至少不是对每个问题都这样 因为有的问题可能要选这个hypositive 有的问题可能要选那个hypositive 你如果选择很少的话 它不见得能够找到一个eIn很小的这个hypositive 叫做g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 好你说好吧 那不然我用很大的m好了 很大的m谁最开心 第二个问题最开心 第二个问题说 我现在选择很多了 所以我演算法 如果我不考虑计算上的问题的话 我演算法应该可以选到一个好的hypositive 当作我的g 也对它的因应会很小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我们如果回到 这个finite bin的hopping去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 坏事情发生的几率增加了 你今天原来用10个hypositive 坏事情发生的几率是10乘上某个东西 你现在如果用1万个hypositive 坏事情发生的几率就增加了1000倍 所以坏事情发生的几率就增加了 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保证 或者可能只能有比较弱的保证 说eIn跟eOut到底有多接近 好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说 m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选择正确的m 对于我们未来learning到底会学得多好 这是有关系的 例如太小或者太大 通通不好 要一个适中的数字 所以我们就说 那糟糕了 所以太小或太大都不好 那么无限多个m 显然是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它属于太大的 无限大就是 这个最大最大最大的 我们可能想象到的数字 所以无限多个m是不好 是不是没办法做了搞不好 这个我之前秀给大家看 perceptual learning algorithm 根本就是骗人的 好 所以 问题是这样 问题是我们要想办法解决 无限大的m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现在只能做有限大的m 甚至说不要太大的m 无限大的m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在这几次的上课里面 我们开始跟大家说的是说 我们要把m 换成一个有限的数量 我们现在暂时把它叫做 小mh 然后用小m 代表它可能比原来的大m 来个小 然后用h代表说 它跟hypositive set的一些性质 可能是有关系的 好 如果我们可以找出这样的数量 然后呢 把Hofting里面那个大m 换成小mh 然后这边我打个问号 打个问号的意思是说 我不一定可以换 OK 我们没有说一定可以换 好 我们这边打一个问号 我们没有说一定可以换 但是如果可以换的话 看起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小m 这是一个有限的数量 来取代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大m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有了这个小m以后 我们就可以说 既然它是有限的 所以无限大的大m的时候 刚刚小m还是有限的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呢 再来这个小m跟大m 其实会有很类似的这个角色 那这个角色呢 可以告诉我们未来 我们到底要怎么选择正确的 Hiperset 因为太小或太大 可能都不是太好 好 那么这个是比较理论性的一些课程 那我们的一切目标实际上 我们现在的目标很简单 我们要完全解决 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神奇的 Perceptron Learning Algorithm 我们想要说 OK 过了未来三节课 很不幸 我们可能要花差不多三节课 三个小时的时间 之后 我们可以很大声的说 How Perceptron Learning Algorithm 的确有学习的效果 它为什么有学习的效果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一系列的 这个理论的推导 来完全的了解 那虽然这是个理论的课程 我希望大家知道说 我们并不是要跟大家讲 非常枯燥的一行一行的试词 实际上 我们想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 这些理论之间发展的关系 还有它背后的一些可能哲学的道理 好 那在我们进入正式的理论之前 我们先跟大家讲讲说 其实 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 Hofting's Inquality Finite Bin Version Hofting's Inquality 可以 大家实际上 可以把它换个方式 来想说 这个Inquality 告诉我们什么 例如说 我们说 Hofting's Inquality 是说 坏事情发生的几率有多大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 我只能承受 百分之五的坏事情发生的几率 然后但是 我觉得 0.1 就叫做差不多 F1是0.1 然后坏事情发生的几率 最多最多百分之五 好 那我有100个hypothesis 我现在问的是 那我要收集多少的资料才够 比如说 这个不等是 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说 我收集多少资料 才能满足 例如说 我老板对我的一些要求说 你的这个差不多 只能有0.1 然后坏事情发生的机会 只能有百分之五 好 所以请大家算一算这个数字 好 那我们希望大家算一算以后呢 能够算出来说 其实到最后 我们所有数字都知道 我们只有一个数字不知道 就是N 那把这个N 回算回来 那就是 我这边又写一个这个式子 大家可以这个回算回来 回算回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N的数字 大概是学校2 也就是415左右的数字